朋友和熊 矮个儿和高个儿是多年的邻居 他们也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好朋友 一天周末,天气非常晴朗 于是,高个儿就邀请矮个儿到森林里打猎 可是,矮个儿非常害怕会被野兽吃掉 说什么也不愿意去,还问道 假如野兽来了,你会帮我吗? 这时,高个儿拍拍自己的胸脯,安慰他说 当然,这还用说,我们是朋友啊 看到高个儿一副坚定的表情 矮个儿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就答应去了 很快,两人来到森林里,高高兴兴地打猎起来 不一会儿功夫,就捕获了两只野兔 收获还真不小呢 矮个儿觉得差不多了,就对高个儿说 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来,怎么样? 可是高个儿一点都没过瘾,还要玩一阵子 于是,他们又继续朝森林深处走去 刚走进去,他们就听见几声很奇怪的声音 回头一看 差点没出一山冷汗,一只又大又壮的黑熊正朝他们走来 高个儿吓得大叫起来 哦,我的天哪,竟然是一只熊,太可怕了 说着,他丢开手中的猎物,好像最近的一棵树,迅速爬了上去 这时,矮个儿因为腿太短,怎么也爬不上去 急得站在树下直叫唤 嗯,快帮帮我,我爬不上去呀 这时已经窜到树顶的高个儿,不仅没有帮忙的意思 还朝树下扔树枝,一边扔,一边喊着 不行不行,这棵树太不结实,你还是另找一棵树吧,我帮不了你 矮个儿没有办法,回头看看 黑熊都快走到跟前了 就只好扑到地上屏住呼吸,将生命交给上帝处置 黑熊走到矮个儿身边,凑在他脸上闻了闻 然后,叼起地上的猎物走开了 把矮个儿吓得差点没昏过去 几分钟后,高个儿见黑熊走远了 就从树上跳下来,故意关切地问道 你还好吗?知道吗?刚刚我在树上都担心死了 矮个儿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拍拍身上的灰尘 高个儿知道矮个儿不高兴,又套近乎地问道 刚刚那只熊可真有意思,好像跟你说话呢,它对你说什么了? 矮个儿认真地看了他一眼,严肃地回答说 黑熊说,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开你的人,绝不是你的朋友 他让我千万不可以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说着,矮个儿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只留下高个儿尴尬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